近年来,网购大闸蟹引发消费纠纷与投诉逐年上升,其中缺金短两成为主要问题。 本次调查,我们在14家知名网站随机购买了16件大闸蟹商品,其中综合类网站7家,食品类网站2家,团购类网站5家。 商品价格从258元到1388元不等,客体组对商品的重量进行了当场代神称重,并与网站标称的重量进行对比。 结果表明,仅有两件商品的重量达到了网站标称重量的最低值,其余15件商品分别存在1%到20%不等的重量缺损。 重量达标率仅为12.5%,不达标的占87.5%,其中高棚网销出的大闸蟹实际代神称重,与其标称值相比,差额超过20%,伟团网相差在17%左右。 此外,这次针对网购生鲜产品的调查还发现商品包装破损,拒不提供发票和不按约定供货等情况。 如窝窝网大闸蟹商品在送到时包装严重破损,高棚网明确表示不提供发票。 为什么不提供发票? 所以产品比较优惠,团购价格比较优惠,所以是不提供发票的。 而拉手网在其网页中表示,提货卡兑换日期为2014年2月28日。 我们在2014年1月7日预定时,商家却表示无货可供。